这是我们2021年的第一场小旅行 第一天我们去了老街 去了正屋 后来下了一场雨 我们还去了计划外的飞驼国分寺 吃了计划中的蒲叶味噌 喝了好喝的味噌汤 吃了飞驼牛可乐饼 酱油烤团子和五瓶饼 喝了日本酒 吃了飞驼牛烤肉 最后在饭店睡了一夜好觉 现在我们要去饭店 我们预约饭店的早餐 是早上八点 盒子里吃啥 豆腐 我觉得豆腐很好吃 还有沙拉 小吃 油 一来 豆腐 你很可敬 自然而言 今天天氣變好了 我們太幸運了 所以 這樣子 然後 OK 走吧 好厲害 搶的酒跟酒 撒路伯伯 公川教室 本以為這裡是一個觀光氛圍濃厚的市集 不過我卻看到許多當地人在這裡購買蔬菜水果 熱情招呼的小販 在路旁閒話家常的老奶奶們 在這裡我看到日本少有的人情味 也讓我想起了台灣 也讓我想起了台灣 好舒服喔 小貝金釘涼涼涼 很酷 很酷 牛奶奶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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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賣蘋果 有嚇人的 不知不明 你不明白 便利 敵面 東西 燃焼 這就是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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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再去挑戰一次矯正有沒有開 應該有開吧 我們昨天已經打電話確認了 在現在有可行的 對 wid,我們都在一起 請坐agog而立的 你要走了 菜川他們 小心 菜川和歌 enh komme她出自身裏 我們成立的 在這裡等嗎? 看得到日式的花園 然後這個房間就是只有我們一個桌子 然後只有我們在這裡用餐而已嗎? 對 不愧是醫生介紹的 兩百餘十年的庭院 那有鞋子意思是那個裡面有一個位置 所以它這裡可能有很多個像這種一個一個的房間 然後可以在這裡用餐 現在火到裡面的骨子 你看得真心 在這一點 在這個房間裡有寶寶 這裡才有在這裡用餐幾分鐘 有這個的寶寶 所以我家裡有多久的寶寶 在這裡用餐後沒有餐點 所以未來這邊有寶寶 我們不願意大快的寶寶 這裡有餐廳的天井 這裡有餐廳 很多燥餐的燥餐 這裡有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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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喱姿勇 很可愛 是順子 要罵 在家製照 和喉芽 那在關門口 糊離開 好多錢 糊離開 糊離開 這是味噌汁 這是食物 讓我說說這次的用餐體驗吧 這間餐廳是從江戶時代開業 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 主要是精進料理 所有的食材都是素食的 一定要比較的話 我覺得它比飛駝牛好吃太多了 當我從第一口到最後一口 每一口都覺得自己被療癒了一次 那是一種很純粹 沒有受過污染的味道 用最簡單的方式調味 卻讓我留下最深刻的記憶 我常常在吃到好吃的食物時 喜歡猜想它是怎麼被做成 但此刻我放棄了這個想法 只想好好享受當前的食物 美食 美景加上完美的服務 我可以了解老饕牙醫 為什麼這麼推薦這裡的原因了 我和先生也都覺得這是我們在高山最完美的一餐 甚至可以說是整段旅程最難忘的會議 我們要準備回家了 覺得呢 時間過得太快了 我覺得應該還好 還要有再一天的時間 因為我們本來要去擺川鄉 但是我們的計畫一直不停在改變 最後兩天一直留在 留在那個高山 但是高山 就是把我們想要看的都看完了 觀光的巴士 我們本來要做的 但是 沒有機會 下次吧 在回程的路上 雖然覺得很累 心 卻很滿足 在回程中 那個地方 然後我來講 那些手段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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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好 你們好 來講 我來講 你好 那些手段 我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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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好